他一個月之內完成所有訓練 就過關 最後那一發打出去你知道 第一次打標槍 我真的跟你講 我沒有看過標槍 我只看過托勢飛彈 所以那個標槍飛彈 第一發打出去的時候你知道嗎 在看台上所有將軍 很棒 你打出去你知道 那天將軍也沒看過 沒有看過 說完臥倒 你知道 為什麼說完臥倒 他跟托勢飛彈不一樣 托勢飛彈打出一條線 他就這樣 對著這樣飛 標槍飛彈是 蹦一聲把他拋出去 他只能往下掉 大家以為不發彈你知道 說哇會不會爆炸 說要臥倒 最後他 像火箭一樣往上升 我先往上 對 衝上雲霄 然後從天上往下 因為他是打那個蓋子 打車頂 打車頂 最脆弱的 車頂裝甲最 對 打車頂 最弱啦 他是兩段 他第一段把他拋出去 他自由落體往下掉 那我們心想玩了 會不會跟那個破炮彈 淨彈一樣 飛彈下去 下面的星星都 蠻猴猩猩的就完蛋了 所以大家都臥倒 突然間衝上雲霄 然後哇瞬間擊中 在場上所有人目瞪口呆 因為國防外交委員會 我大概的 就上一個會期來講 有誰 有馬文君 有江啟成 然後有呂玉玲嘛 那現在可能會加進來的 有一個是非常適合的 代表是陳永康 但是徐曉星說 他也要加入這一個委員會 他有意要來挑戰 那民進黨的部分 國防外交委員會 有一些人才的流失 所以在這一個委員會的部分 你會怎麼樣來看待 而且民進黨 我聽說 那麼唯一幸存的 這個王定宇 好像也要到其他的委員會去 真的嗎 他要換委員會了嗎 如果他到其他的委員會去的話 不行啦 叫他留下來 大概都只是要新秀 不行 不過聽說 馬文君好像也要離開 這個國防外交委員會 讓給這個徐曉星他們 那陳永康自己本身出身海軍 所以我相信 他也不是一個 等於說這個政黨掛帥 意識形態掛帥的這個 等於說立法委員 那麼在目前的態勢之下 也不容許 那麼這個國民黨在海軍相關 尤其是海坤號以後的 另外七艘的這個潛艇的部分 故意全部凍結 不讓他這個相關的興建 我相信也不會 頂多就是說在預算的地方 稍微一個嚴格卡關 或者是砍預算等等 那麼除此之外 當然國防外交委員非常重要 那麼剛剛大家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講到說 為什麼說票投民進黨青年 上善戰場 這個沒有發酵 你沒有發現嗎 侯友宜事實上 我告訴各位 只是在選前不能講 為什麼呢 我要是侯友宜的幕僚 我就會建議侯友宜 不要去談那個所謂什麼善戰場 什麼中華民國保衛戰 不要去談這個東西 因為他的身分是很特殊的 為什麼 他是台灣的興蘇 跟警政署長出身 我問你嘛 警政署長跟警察刑警 怎麼會去對黑道講說 我們保持和平 我們不要戰爭 不可能嘛 就像那個三重拍所 被一大堆人包圍對不對 鬧得不可開交一樣 算戰略上面錯誤 那麼事實上除此之外 我還是要告訴你 因為現在是過年期間 講一些故事來 激勵大家 不然都做一關俗辣對不對 好像覺得 好像我們台灣做軍人 很俗辣一樣嘛 我不是在吹牛 雖然我今年60了 但是我3040年的時候 我們那個特戰部隊 我說的是三四十年前是不是 你聽我講 我們特戰部隊是很強的 剛剛這個余將軍 我講這些事情是說 中華民國的軍人 從來沒有落開過 為什麼呢 才不是他們講的什麼 一天都不能打 你知道全世界 最強的海軍陸戰隊 在哪一個國家嗎 你絕對想不到 你本來以為是美國對不對 要不然也這個等於說俄羅斯 不是 全世界最強的海軍陸戰隊 在中華民國 而且是台灣 我們有三個師 最強 最精銳 當時的國光計畫 就是有三個師的海軍陸戰隊 我們現在不是有什麼海軍陸戰隊 66旅 99旅有沒有 其實以前叫66師 99師 77師 有三個師 每個師的編制 超上萬人以上 最精銳的美製武器 我們甚至也都已經直接登陸 在澎湖準備打回去了 當時要從廈門對不對 真的打回去 在馬祖跟金門的那個坑道裡面 藏了一大堆的我們師底下 打造的相關的運 載具運小艇 就是全部要把他們運過去的 當時的國光計畫 就是由海軍陸戰隊三個師 直接攻打進去後 一路四爐破竹 這樣啵的往前打 有點像正成功 當年打到南京這樣子 然後沒打一個地方對不對 30公里 最後就馬上由後面的陸軍的師 那些部隊 全部一個一個一個這樣子 往前一直攻打 當時我們有這樣的戰力 各位 一定想說 我還在說謊 跟你說危險的事情 那我跟你講 你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印尼內戰 像中華民國當時的總統 蔣中正總統 求援 我們差點派海軍陸戰隊 去攻打印尼 你知道嗎 你一定覺得不可思議 我們用船隻海軍陸戰隊 然後準備要去攻打印尼 協助把印尼的共產黨給殲滅 那我們那時候那個計畫 是因為後來美國拒絕出動 它的天空的飛機來掩護 後來用什麼辦法 後來乾脆就把 我們台灣還可以軍援運泥 我們的砲 我們的重機槍 我們的手榴彈 我們所有東西 軍援印尼 然後讓他們去平亂 最後 那麼他們把其中 印尼把其中兩架運輸機 各位 你現在搭的飛機對不對 我們台灣第一家的民航公司 就是由印尼送給我們的這兩艘 這兩架運輸機來的 那麼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那麼過年期間 大家能夠在這個地方 安居樂業 我們可以在那邊聊天 在那邊講故事對不對 是因為除了警銷之外 還有英勇的國軍 他們犧牲自己的假期 在那邊保護著我們 貪生怕死 沒入此門 很簡單對不對 所以這次為什麼 國民黨的這個所謂的 什麼清廉不要上戰場幹什麼 還有在這裡要跟大家 邀個功 為什麼呢 現在不是恢復 也不算恢復 就是把本來 馬英九為了騙選票 變成四個月的那個兵役 對 回到本來的印年 你們放心 各位爸爸媽媽阿公阿嬤你放心 你們的孩子去擦對不對 絕對不會比我擦啦 連我二分之一都不到 我大專兵呢 我大專兵呢 你那時候是不是有六塊肌 我有八塊肌 我二十四天我的八塊肌 我給我摸上 二十四天八塊肌 可以練出來的 我趕快 趕快趕快 騙收一下 我告訴你騙收一下 明天現在還有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跟我過不去 為什麼 有一個從法國傭兵回來的 在三立的節目說 用政權做那個什麼 胡弟挺身 我媽媽洗脹洗妝脫了 馬上跟他做胡弟挺身 用政權做我贏他 他二十幾歲我六十歲了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說 這個等於說跟大家邀功就是 我們以前台灣的阿兵哥 為什麼都不要當兵 一年才打六發子彈 對吧 我就跟蔡英文總統說 做兵沒什麼 做兵打子彈對吧 那個所謂打靶 就是你的槍要跟人合一 很簡單 所以現在一年要打八百發子彈 就是我建議的 沒什麼特別 伊井文特種部隊沒有規定 你一年打幾發 訓才能夠成功 你把場 要打多少發就是多少發 那麼當你打得越多 現在除了機槍 包括步槍手槍都要打 都要學刺針飛彈 包括這些標槍飛彈 你不能真的發射飛彈 但是我告訴各位 我們在場有一個人 用了一招對不對 很棒的方法 讓這些阿兵哥 志願留營多簽幾年 為什麼 如果你簽了以後 我就讓你射一枚的標槍飛彈 去打坦克 一堆人搶著簽這個人 真的 那一枚很貴 那一枚很貴 一輛進口車 你知道嗎 標槍很貴 但是阿兵哥為了要 能夠用標槍飛彈 去打坦克有沒有 他就志願留營四年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台灣的阿兵哥年輕人 還是願意當兵的 因為以前的武器太爛 現在有M1A2T 世界最棒的 布蘭德坦克 這些好的武器都來了 所以大家千萬 那個什麼好男不當兵 好鐵不打丁 那是很久很久的事情 鼓勵我們的青年 好好的當兵 不過是打 打實彈還是打模擬器 實彈 真的實彈 一個旅只有兩發 只有兩發 一發是一部進口車的 所以那時候志願留 就是說願一千四年的 真的變多了 因為擺不平 擺不平 所有的射手你知道嗎 他都不要射模擬彈 他要射血彈 沒錯 只有兩發啊 那我說那怎麼辦 然後就有人講說 好啊 我要 我願意簽 我願意 我簽下去 給我打 不會因為要簽 然後大家說這樣 不然你老了 我來找 其他的 總共有六個射手 他說我簽 給我打 另外五個你知道 就想說他出很糟 就有像周星馳演電影 我比你還要踩 小強你知道嗎 也才兩枚而已 對 兩枚而已 然後另外一枚你知道 那個班長說 報告旅長 我本身就是志願意的 應該讓我打吧 我說也對 你要當六年嘛 我說讓你打 其他四個人就沒話講了 這兩個都是願意的啊 那那個就講 我說你不要騙我 你不要打完之後 你不簽喔 立刻完成留意 他應該比他怕是要簽完之後 你不給他 簽下來四年 因為他簽下來之後 那一枚不能脫靶 那是全國第一個打標槍 就是我們單位 在恆春 那如果脫靶了還得了 我說好 我讓你打 可是你要完成所有的建設 合格以後 沒有位子 你會打中 我才可以打 他一個月之內完成所有訓練 就過關 最後那一發打出去你知道 第一次打標槍 我真的跟你講 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標槍 我只看過托勢飛彈 托勢飛彈 所以那個標槍飛彈 第一發打出去的時候你知道嗎 在看台上所有將軍 哇 標槍飛彈 很棒 一打出去你知道 連將軍也沒看過 沒有看過 碰 說完臥倒 你知道 為什麼說完臥倒 他跟托勢飛彈不一樣 或是打出一條線 他就像追著這樣飛 標槍飛彈是 蹦一聲把他拋出去 他只能往下掉 大家以為不發彈你知道 說哇 會不會爆炸 所以要臥倒 最後他噗 像火箭一樣 往上升 對 衝上雲霄 然後從天上往下 因為他是打那個蓋子 打車頂 打車頂 最脆弱的 對 打車頂 打物理最弱啦 他是兩段 他第一段把他拋出去 他自由落體往下掉 那我們心想玩了 會不會跟那個破炮彈 淨彈一樣 那一站下去 下面的星星都滿頭星星的 就完蛋了 所以大家都臥倒 不然間衝上雲霄 然後哇 瞬間擊中 在場讓所有人目瞪口呆 這一發 我就拍拍那個阿兵哥 我說恭喜你 你牽下去 他說他淚流滿面 你知道嗎 我說幹嘛 他說好爽 全國第一個 全國第一個打的阿兵哥 全國第一個打的 創下紀錄 全國第一個打 結束後 那個什麼勝利週刊的月刊 都來訪問他 對 後來他做到上市退伍 做到上市退伍 所以我才說 鼓舞軍事官 最好的方式 就是給他最好的裝備 對 所以我才說那時候 我退伍的時候很多阿兵哥來找我 他說報警長 拜託你一件事 幫我們換最好的戰車 如果可以換到 你比升上將 還有用 對 那現在阿兵哥拿到了 另外我再講一個 許曉鑫 不是說他要進這個 國防戰略 對 國防外交委會 我覺得許曉鑫進去做 先趕快惡補 找陳永康幫你惡補 搞清楚一件事 國家戰略下面有多少戰略 有政治戰略 經濟戰略 國防戰略 心理戰略外交戰略 還有科技戰略 那其中的軍事戰略 跟外交戰略 是屬於這個委員會的 那麼軍事戰略下面 又分為什麼 有野戰戰略 還有軍事野略 這些要分清楚 然後要如何讓軍事野略 支持野略戰略 再支持軍事戰略 最後支持國家 你不要再講下去 徐曉鑫決定退出了 他在復仇 他有考上淡江的戰略所 對對對 沒有淡江的戰略所 不如去問陳永康 因為戰略所講的是理論 陳永康講的是務實的做法 所以陳永康進入 我很早就講 這次國民黨的部分去 我最認同就是陳永康 他進去 第一個 他的理念是反共的 他是反共 他是絕對支持國建國造的 所以我說 國民黨的所有委員 進去以後 要以陳永康為師 請他幫你做一個 完整的軍事戰略的補習 讓他知道如何支持國防 而且我完全贊同說 你要監督國防的經費 但是不是亂砍 絕對不是亂砍 其實我也跟海軍司令部 還有國防部講 如果徐曉鑫或誰 對於海坤號的測試 就是未來有意見 請他上船 跟得出去海側 回來以後絕對認同 因為這一招我用過 這一招我以前 裝甲兵的時候 你知道 那時候我們裝甲兵有一個 那時候早期 裝甲兵還有一個特殊的 一個裝甲兵的家籍 那當時就有很多的監察委員 不同意 都到我們旅裏面來 他說你們裝甲兵 跟別的兵種 有什麼不一樣 步兵要走路 裝甲兵不用走路 所以裝甲兵為什麼比他優秀 我說來 全部上我們的M113 帶上虎口台地 一個小時 閉門駕駛 對 閉門駕駛 繞一圈回來 全部都同意了 因為兔翻了 因為兔翻了 有門熱 有門又熱 不見天日 我就跟他講 我說各位委員 你們是變裝在裡面 我們的士兵是全副裝 帶著槍在裡面 下了車立刻就要戰鬥 你們下的車還要人服 你說裝甲兵輕不輕鬆 一點都不輕鬆 所以我說海坤號出海測試的時候 如果哪個立法委員有意見 請他上船跟著測 因為黃樹光會在裡面 黃樹光總長會在裡面跟著測試 跟他們一起出去 出去測試五天就五天 三天就三天 回來以後 你覺得是要加錢 還是要扣錢 那就看你的身體反應 如果你可以完全跟潛劍兵一樣 來去自如 出來之後還分得清楚 今天是何系 你很多潛劍兵三天五天上來之後 那個空間優弊的感覺 你會失去說 其實白天黑夜 那感覺會模糊 今天是幾號 過年的沒有 會搞錯 所以潛劍兵非常辛苦 趙劍也很辛苦 所以我真的說 國民黨這一次有了陳永康在 我其實我個人是有信心的 希望他能夠支持國建國造 而馬文軍 你去貢獻南投好了 不要再 國防外交委員會 徐曉青進去 我是不反對 進去多學一點 讓這些年輕的世代 看一看 國軍弟兄 是如何捍衛海江的 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長黃偉哲 祝福三立新聞網 觀眾朋友們 天天都有錢 賀文龍總來 台南四百 台灣燈會 都是你來 哈囉大家好 我是總統唐重慎 在這邊要祝福我們所有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榮行天下賺大錢 賀文龍獲利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嘉義市長 勇媽黃銘會 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幸福平安 快樂龍總來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嘉義縣長翁張良 祝福大家龍來一轉 好運一整年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平都縣長周春銘 祝福大家飛龍在天 龍年行大運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新竹縣長姚文科 祝福大家龍馬精神展鴻圖 幸福安康何家歡 永遠航台雲 歡迎大家來信眾人 請客來聊 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雲林縣長張立善 祝福大家富貴龍華 祝祝龍順利 恭喜 臣